去到甘肅 當然有很多故事聽 當然不放過那個客人 甘肅人問當地有沒有什麼奇奇怪怪的故事 他們那條村有一個奇人 好像人家神上身的人 他們說 你要不要見我 當然要去 去到他們 很多人排隊 其實他們好像人家紋迷上身 即是中山賴 中山賴是男人 他是怎樣的經歷 這個叫金叔阿伯 金叔阿伯 沒理會他 金叔阿伯打給你 原來這個金叔阿伯 金叔阿伯 他小時候 為何神會落他身 他十歲的時候 他住在農村 農村小時候通常在家裡外面 有些空地和旁邊的屋子一起玩 有一天就刮一個龍捲風 龍捲風 他們的村 很多路人家就教大小小小小教 看到有風 刮起了 千萬不要走 別跟著風 如果一刮就被鬼捲走了 他們的謠傳是這樣 原來那天就刮起龍捲風 那是很小的龍捲風 等於我們平時宵夜 就有風來 那些風 不過是突然之間來的 在下午 其他小孩就走了 這個拜神阿叔 他走不及 就被風捲了一輪 捲了幾分鐘 然後風就走了 那個人呢 然後當晚 即時就沒事的 當晚就發高燒 發高燒 發極都不退 發了整個星期 後來呢 後來就傻了 傻了 燒壞腦 發燒燒壞腦 十幾十歲左右 那時候已經傻了 然後康復之後 又讀不讀書 自然治愈的 好像傻仔那樣的 聽回我的客人說 當地這個傻仔很出名 讀不讀書 然後家裡農村養 那個人很簡單 有兩餐吃就可以了 那他們這些農作物 或者那些糧 全部都是自己 自給自足的 不需要錢 只要你農作就可以了 養到他就二十幾歲 差不多二十幾歲左右 現在我們去見他 他已經六十幾歲了 二十幾歲 有一天突然又大病一場 正常回來 還沒正常回來 大病一場之後 然後一醒來之後 就立刻第一時間 就跟家裡媽媽說 叫隔壁村那個誰誰過來 他爺爺有話跟他說 他爺爺死了 嚇死他的媽媽 他說什麼事 兒子你怎麼說 你快點叫他過來 我有話跟他說 其實上了他身 那隻爺爺上了 他爺爺啊 他爺爺上了 上了他身 其實他病了之後 然後爺爺上去身 然後就叫那個人家就過來 然後那個女兒 帶了兒子過來 然後就說回他家裡的事 發生的事 然後叫他就燒東西給他 說回我們不知道 但是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家裡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這件事一個傳一個 哇他上身 很多神上身 然後很多人就一個個這麼神奇 去找他問他 他又可以 他原來怎樣去問事的呢 很有趣的 他要拿一張王子 他王子好像符的王子 但是大張一點 長一點的 符子 符子 他們當地北方那些 就成了黃色的 是 那是好像我們的符子 但是四四方方 很長身的 那他呢 就問事的時候呢 那他就說一些東西的 口說的 然後呢 說完之後呢 就在那裡一邊說 一邊燒 燒完之後呢 那他看前面 好像看了有一堆 無字天書的字出來 然後他一邊說話 告訴你 你看到他是這樣的 然後他們這樣這樣 就一直 就很多人來問事 他已經由二十多歲 好回來 一直做到現在 是六十多歲 做了幾十年 但是平時的行徑 是不是正常的 平時正常的 就是當有人問事的時候 其實用這種方法 就是請神來的 他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神通 就是大病 一場就有神附體了 厲害到怎樣 是其他很遠的村的人 都聽到哇 這個神啊 神人啊 然後過來問事 排了一大堆 很準的 很準的 但是他問事就是說 你說一件事 譬如現在有什麼事 要問 OK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 撕掉了一張王子 然後他好像看到一些東西 然後跟你說 好像有人跟他說話 又告訴你 哇 我很想去啊 看看這個工人 高人啊 你有沒有問東西 你當然沒有啦 我不問啦 你不問啦 我看而已 你看而已 我只是觀摩而已 你觀摩而已 即是他收費 收費的 他不說收多少錢 隨你給的 哦 他不會說那個數目 你想給多少我給多少 但是他沒有結婚 吃素 很有趣的事 即是他那次大病之後 接著開始吃素 然後他沒有娶老婆 但是呢 在早幾年 很有趣的 差不多十年前了 突然之間在另一條村 很遠地 即是隔壁的村 有一個男子 就好像有些孤兒 特意上到門 就找他 說我要做你契仔 跟著他見到這個契仔之後 他就說OK 好 我收你做契仔 但是他不是教他東西的 嗯 他是來服侍他的 哦 跟著呢 這個契仔又呢 他幫他娶老婆 就生了孫 那這個媳婦呢 即是這個媳婦呢 很孝順的哦 照顧了這個拜神阿叔呢 起居飲食 所有東西照顧到 好好的 十年就照顧到差不多 這些就是福咯 因為他幫人嘛 是的 因為他其實真正幫人 就是他沒有跟人家教任何東西 你想給他多少 你有東西來求我 神來幫你做事 嗯 那你想回贈菩薩多少 你自己隨心咯 其實這個其實真的是功德來的 那變成天都送了一個契仔給他 兒子和心套 有人服侍給他 有一些下一代的人幫他服侍他 很開心的 所以這個真的很奇 很奇妙 沒見過一些 我們中生阿菇也見過了 中生阿菇很多個 很多個的 他們的群族來的嘛 因為他們那個群族呢 是小時候的時候 已經學做中生阿菇的了 那些要念經就的 但是他這個不需要的 就是蕭章王子這樣 蕭章王子 不過你問事 他就照顧 即是需要說自己是誰問什麼事 要 你要問你的名字 是 什麼時候出生 嗯 然後你住在哪裡 嗯 然後你問什麼事 然後他照品你的東西 然後他一邊品 一邊張智智燒 講國語的 他講那些鄉下話的 我們不知道說什麼的 那怎麼辦呢 我去觀摩而已 別人問那些 一定鄉下話 對鄉下話 如果一會聽眾又說 我想去問事 你要帶翻譯去 我自己去 一定要帶翻譯 一定要不知道他說什麼 是啊 真的不知道他說什麼 然後這個奇人 就是你我大開眼界 另外一樣東西 然後我跟我的朋友說 有沒有一些 甘肅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當地甘肅農村 有一個鬼故事 很流行的 鬼故事是怎樣的 傳說 以前有一個陰陽先生 就是看風水的 風水陰陽先生 會觸鬼的 嗯 那他就用一些法術 晚上就會請一些鬼差出來 就幫他種田 因為農村的地方 是需要很多人去種地 因為地很大的 那你那時候沒有機器 靠人手 例如插央、割東西、種東西 很用體力的 那他自己做不完這些東西 死了怎麼辦 又沒有那麼多人幫忙 然後他就懂用法術 用扶法 然後晚上就請鬼差 來幫他種田 他當地是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 他怎麼樣呢 晚上就請鬼差來幫他 他準備了種子 在院裡 然後到明天早上 一早上 他起床的時間 種子就插了殷在田裡 每一天都是這樣的 然後他就 他已經很出名了 後來 陰陽先生 他的兒子 然後結婚娶老婆 然後他娶了一個媳婦 然後他很喜歡這個媳婦 然後呢 好吧 我教你一點點功夫好不好 他說 好啊好啊 教你什麼 不過呢 這是一些 不可以立遠用的功夫來的 是捉鬼的 你喜歡不喜歡 或者想不想學 想就想就教他 怎樣去 請鬼來 就教了這一招 就是教他 請鬼 其他沒有教 那他送不走 那怎麼辦 你的問題真的非常好 後來這個媳婦 好奇 然後有一天 陰陽先生 師傅 就出去了外面 出差 就很晚很晚才回 那他自己 心血來著 咦 我學了東西 不知道要不要用呢 試一下也好 然後那晚就晚上 因為請鬼差 一定過了指示 之後才行 這樣就開始 念咒語 他教他念咒語 然後 念咒語 一會兒 哇 整屋都是鬼 那個媳婦 嚇到沒見過 哇 真的 念不出來 很多很多鬼魂 來到他的屋 然後 他鑽在床上 用皮蓋住 很害怕 始終年輕人沒見過 然後 他鑽出去看 然後有個鬼差問他 你叫我們來 想做什麼呀 哈哈 然後 那個媳婦 嚇到 雲飛拍散 然後 對呀 老爺說 請鬼來的時候 要去做事的 好啦 隨便 你在花園 這個內園 你把磚搬出去外面 突然間做完了 搬出去後面花園 然後又回來了 我們做了事了 有什麼可以做 很害怕 接著 那個媳婦 都想不到 你幫我 又搬進來吧 蛤 他想不到 不知怎算好 他不知道 真的那麼多人 來幫那麼多鬼差 幫他做事 他嚇到嚇到傻了 求求求求 其實呢 在這段時間 又搬來搬去 將這些 磚頭搬出 搬來搬出 一般人不停地做 他已經沒有主意了 已經害怕了 好啦 差不多 一般就快到天罡 死火了 請來 不懂請走 天罡 鬼差不走不行 但你又沒有給命令 他不敢走 差不多天罡 又有雞蹄了 接著看到 有些鬼差 在臉上開始 有些血流出來 接著有些 舌頭慢慢越伸越長 好恐怖 他說這件事 很恐怖 接著呢 知道不妙了 接著呢 後來 那個風水先生 那個陰陽先生 感覺到有些事不妥 接著呢 咦 不妥 即是感覺 家裡出事 立刻就 回家 要趕回家 趕回家時 還沒天亮 就請走 那些鬼差 那些鬼已經呢 在屋裡面呢 有些好像 差不多天罡 他就來 有些七胸牛血 有些 有些狀態 全部都 變得很 很 很肉酸的樣子 那些東西 後來 一名先生來到 之後呢 看到這樣 立刻就要出事了 然後呢 回家 第一時間 唸咒語 其他東西 就請 那些鬼差 走 然後呢 立刻燒香 和燒這些紙 就跟他們陪聚 但是要请很久很久很久才肯走 因为那些鬼妻知道这个媳妇玩的 激怒了他们 激怒了这帮鬼妻 后来 好了 之后到那个媳妇 到她醒了之后 一直大病了整个星期 后来傻了 傻了之后 后来这些阴明先生 一直以后都不断捉鬼 因为觉得 他觉得他害了他 因为他觉得自己 不是很 就是自己做错的事 教了些又不教些 然后就累了 变成一个傻 就是一生遗憾 一生就是害了他 变成傻了 本来是很正常的人的 傻了 那自己很内疚 那变成他就 我不做了 以后都不捉鬼了 就这样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故事 这个也很神奇 这个故事 都挺惨的 就是他的媳妇 就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教他请鬼 你有没有想过他会用呢 有时候这些人 就是好奇的 有时候年轻的那些 他是年轻的人 对新事物一定很好奇的 对于他来说 无端端可以请到鬼差 都挺厉害的 但是他没有想过 请完之后 怎样请回首呢 这个就是问题